它这个地方 18阶 然后这边有175 218.5 所以这边我们画的方式 可以先从底下画 底下的话可以先这样 128.5 218.5 Enter 这个有时候要切 218.5 Enter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 再来往上是17 175.Enter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 还要做什么呢 这个地方我们先来处理 第一个先处理这个弧的部分 那弧总共有15个半圆 接下来也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这个动作 首先的话当然我们可以 它这边总共有15个 所以就是说 它的这个高度是多少 就是175 除以15嘛 对不对 15个 那如果要画这个弧 我们可以画圆也可以画弧 那当然我们比较快的方式 是用画弧的方式 那因为我知道起点终点 那这边的话我们用方向好了 或者用角度就180 起点终点方向 那因为它是逆时这边 所以第一个在这里 第二点的话往上 有没有 往上应该多少 175 除以多少呢 15就好了 Enter 第二点 记得往上追 Enter 第二点就追到了 追到之后的话 我们就点它一下 175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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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的话我们就 再来这方向往这个方向拉 再一次 起中 起中方向 好第一点 起点在这里 那 终点的话 就是 175 除以15 Enter 好 方向的话 这个方向 好 那第一个就画出来 第一个 这样应该没错 对 再来的话 另外一个 也是一样 然后我们就是 直接另外一边 那另外一边也是 我们用会 按右键 重复 那第一点的话 因为它是 反过来画 所以呢 我们就第一点 不是在这里 是在往上 那往上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 从这一点 往上追 175 除以15 好 175 除以15 Enter 然后呢 再第二点的话 才是这个端点 然后呢 再拉回来 也是拉什么呢 拉180度 点一下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画出两个 画出两个之后的话 其实就可以利用 实现选取之后 有没有 再利用那个正列 那正列 我们用那个 矩形正列 对不对 矩形正列的话 这个地方 应该是 蓝 重的 所以这边的话 一个就好了 那列的话要几个呢 15个 对不对 15个的话 应该是 算16个 8个 所以 到时候会多一个 三掉就好了 不然你少一个 你要重画 三会比较快 那再来的话呢 因为我们这边 往上 所以 行没有偏移 只有列偏移 所以列偏移的部分 点一下 然后呢 偏移多少 从这边 对不对 偏移到哪里呢 偏移到这里 这个是列偏移的方向 那角度的话 就是零度 就往上 就对了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很快一下就做出来 把最后一个怎么样呢 delete掉 就做完了 做完之后的话 中间这条线 看你要不要保留 暂时先把它留下来 接下来的话 要处理什么呢 处理那个阶梯 18阶 18阶部分的话 当然第一个 往上 我们可以画 画一阶 其实其他也是用正列 来做就好了 点一下往上 距离是多少 18 对不对 所以是 175多少 除以18 就好 因为18阶 175除以18 这样 Enter 第二个 横向的 横向的话 应该是多少 2 2 1 8 5 就是因为它不能小数点 所以呢 我们直接用什么 用那个 直接进 就是说乘以10 然后再除以多少 除以18 再乘以10 180 这样就好了 这个也是个变通的方式 或者是你用计算机也可以的 计算机计算完再传入到这个值也是OK的 按Enter 这样也可以 或者第二种方式 我讲过就是说 你可以第二种方式就是说 直接也是一样线段在这边 那我不知道长度 对不对 我可以怎么样呢 直接点一下这边有计算机 有个计算机 计算机 在这里 快速计算机 点一下之后的话 你可以直接什么 218.5 除以 这个是除对不对 除以多少 18 然后会有个结果 所以呢 你就直接 这边等于对不对 等于之后的话 你可以套用 套用 套用之后的话 这个值就过来了 那你再选一个方向 这个地方的话 按一个Enter 就可以了 用计算机 或者反正两种方式 看你习惯 不过我当然觉得说 直接乘以10 会比较快 不然还要点 点来点去 你也乱掉 好了以后的话 接下来呢 就是怎么样呢 再来用正列 爬楼梯 那怎么样 爬楼梯 这两个先选起来好了 然后正列 正列之后的话 那特别注意呢 列 因为它是横向偏移的 而且是纵向一览一览的 只是说它是斜的 所以特别注意 它的列数是1 行数是多少 18 然后呢 特别注意就是 因为有行 所以要行偏移 行偏移 特别注意 从这边到这边 然后呢 角度一样 从这边到这边 好 你会发现呢 其实关键来了 你知不知道 就是说最后要看自己 是不是有没有正确 看自己就知道了 如果是往这个方向 表示你应该是做对的 可是如果你是跑另外几个方向 那应该是你做错 所以特别注意 几个关键点 就是 行数是8 然后呢 要设定行偏移 跟角度 这个都一定要 这几个 这1 2 3 要设定 好 设定完毕按 我们先预览一下 预览 看一下 有接上去了 没有问题的话 按一个确定 这样就好了 所以刚刚的部分呢 特别注意就是 几个 一定要注意的 列1 不用管它 这个是18 然后呢 行偏移 那这个数字就是 你自己去选 从这一点 选到这一点 角度的话 也是这一点 选到这一点 都一样 那选完之后 按确定 就会做出 这样的一个角度出来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就是说 从这一边再过来 有一个是什么 30 30 然后长度不知道 所以呢 怎么办呢 长度不知道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没关系 画一个大概 画一条线 然后呢 先转了之后 再来调整 也可以 方法蛮多的 或者是说呢 我们 我先在这个地方 好 点一下 这边过来 追多少 30 有个需要 135.8 135.8 那利用135.8 这个再来做一个 侧点的旋转 这边的话 再旋转 所以这边的话 旋转 旋转的话呢 才是 -51.8 这样的话 转过来 才会是正确的 就这边的话 要利用这个 有个长度 那其他的话 都一样 就旋转 然后把 C Enter 这地方 -51.8 Enter 那 这地方 直接往下 这个地方 在同样的方式 移动 移动 然后往下 到这里 移动 往下 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 OK 那这样子 这个长度 才会是正确 往下 五等分嘛 12345 那五等分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地方 用DIV 把它做等分 然后接下来的话 最后 这边还有 左右各9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用偏移 4.5 然后这边的话 选它偏移 选它偏移 那不过这边有五等分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方式 这边可以用DIV 或者是说 你如果忘记 指令没关系 在绘制里面 它有一个什么 点 绘制里面点有个什么 等分嘛 其实这个就跟输入 那个DIV指令一模一样 然后呢 要等分的物件在这里 然后 要几个呢 五个 五等分 Enter 那当然特别注意就是 你那个检式里面 在那个格式里面的点形式 一定要先选 那选 我选这一个好了 都可以 那当然你另外这一条线 我也把它等分好了 在绘制里面有一个点 等分 等分的话选它 然后也是一样 5Enter 接下来的话很简单嘛 你就把它怎么样 连在一起不就好了 那特别注意呢 物件锁点一定要把单点 预设是没有 所以你把它点下去 那物件锁点点下去之后 就直接可以点它 然后这边可以连一条线 我刚刚做的就是空白键两下 空白键两下 空白键两下就重复 第一个是结束 第二个是 第一个是结束 第二个就是重复上的指令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这个部分 那其他的话 就把它稍微 所以修剪一下就可以了 修剪的部分的话就是 这边哪些不要呢 这个不要 这个也不要 这个不要 这个都多余的 这边 这个跟这个 那最后的话 里面这个线段 跟这个线段 那其他的话 还有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什么 单点也要把它去掉 有没有 这上面单点 所以单点的话 你可以用实线 选 你单点之后的话 就把它按Delete掉 选到那个 这个地方选 把这个单点 通通都把它选取起来 然后记得避开那个 另外有一个方式 之前有一个方式 就可以把它整个 这里的话有个按右键 一个叫做 快速选取的功能 这个蛮好用的 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全部把那些单点 全选起来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功能 快速选取 非常方便 第一个的话 这个上面都不要改 第二个 物件类型把它改成什么呢 点 就可以了 点 然后其他不用选 主要是这个地方 物件的类型 因为它是单点 就是这个地方 它就会 帮我们找到里面有点的 按确定 这样就选完 选完就按Delete 就删完了 这个方式应该是最快 尤其是很多单点的说 哇 你每次找那些单点就很麻烦 那利用快速选取 就可以很快的 有没有 只要找到这个点的部分 就可以了 点的部分 就可以帮我们把全部的点 通通都把它 因为现在没有点 所以它不会出现 那如果有点就会出现 就全部都把它选取起来 那同样的方式 那你可以用这个快速选取 看你要选什么线啦 选弧啦 只要里面有的 它通通帮你选取起来 这里的话我想你们试试看 然后把画面还给各位